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主要的 说主要的 我希望您能理解我 我齐全 这怎么老天爷 就可以一个人祸祸呢 我就觉得 是不是太欺负人了 我十四岁的时候 查出来患有恶性脑肿瘤 目前快十年了 祖海 曹护江 风球 有请主持人 杨帆 挑战无处不在 魏梦越战越勇 欢迎各位收看 《月战越勇》 魏梦畅想 本栏目由不止保鲜 更能养鲜的 容生冰箱 独家冠名播出 容生冰箱质量保证 节目一开场 首先欢迎 所有爱唱歌的朋友 登上我们的舞台 进行挑战 只要您站上我们的舞台 您就将会获得 价值五千元的奖品 如果你能够站到最后 拉走那只银化筒 您将会获得 由容生冰箱提供的 价值两万元的奖品 现在我宣布 《月战越勇》 魏梦畅想 挑战 开始 有请一号选手 郑莉莉 大家好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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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唱那条歌 有好听吗 有香香 你好 请问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说的是闽南语 讲的是闽南语 闽南语 那来自我们福建地区的朋友对吧 对 我是来自福建闽南漳州的郑莉莉 大家好 欢迎 欢迎 刚才孙玉里唱的这歌是用闽南语唱的对吗 是 我说这歌怎么那么好听啊 就像周杰伦写的是不是 那你是做什么 你是歌手吗 你唱得那么好 其实我的工作跟您差不多 您是录脸的 我是不录脸的 是什么工作呢 我是闽南语电台主播 电台主播 是 同行 同行 所以说平时你在电台做主持的时候 就是用闽南语吗 有普通话也有闽南语 但大部分用闽南语讲 因为本地的朋友比较多嘛 对 你来得太好 其实我最近一直有一个宏图大志 就像让我们这个月战月泳这档栏目 在这个福建地区呢 在闽南语普及的地区呢 更红一点 假如说月战月泳 用闽南话来主持应该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郑丽丽 欢迎大家来到 如前如用 如前如用 我们到底叫出人的口号 挑战嬷嬷嬷 为万如前如用 我们一直听得懂 福建朋友都听懂了 是 我们观众都听不懂了 这个不行 我们不能仅去福建地区 我们还有一个想法 大胆的想法 也想在石家庄地区 更红一点 连线我们月战月泳的 石家庄前方记者方琼 方琼你好 杨飞呀 什么事 给我报道一下 石家庄地区的海线情况 社庄的月战月泳 闹嘞可热闹嘞 唱歌唱的也真 跳舞跳的也真 弄的都可真嘞 好的方琼 我听到了 谢谢石家庄地区的 前方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那接下来月战月泳 连线我们青岛的 前方记者江头 你是杨帆小哥吗 江大也好 请到这个地方 海表可热闹嘞 来了一万多人 一万多人都在海表 别喝啤酒 别吃干了 别为梦畅乡 别参加月战月泳海选 我知道了 你们都想坐着啤酒瓶 来到北京对吧 对 他们最爱唱的一首歌呢 吟梦畅翔 都不唱鱼公益山了 那全唱出海利的味来了 好吧 谢谢 谢谢我们的前方记者 讲头 你看 这个北方的方言啊 大部分还是 这个跟普通话 比较接近的 我们能听懂 所以这个 你用家乡话 用这个闽南话 主持的话 好像只有本地的朋友 能听懂了 是 因为我们是地方台 做这份工作多少年了 五年多六年吧 差不多 你刚才讲了 说平时做节目 你用一句话说 叫不露脸 是 那也不用问了 来月战月泳 其实今天想露露脸 对吧 没有今天呢 不只是来露脸的 我们漳州啊 本地有很多美食 好吃 好玩的 那当然呢 今天我来到现场 我全部没有带来 但是我带来了 好几位张州的好朋友 来给大家认识一下 把家乡的朋友带来了 跟我们认识一下 赶快请朋友来 好 这就是我的朋友 这就是张州的朋友 是 醒醒 醒醒 到北京了 朋友们 这是我们张州 布袋木偶戏 也是我们首批列入国家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布袋木偶很有名的 是 我们这些木偶呢 它是我们张州经典的 木偶就叫大名府 里面全部都是 大名府里面的角色 可以啊 这个是花旦 花旦 它打的是花骨 那它这个花骨是可以打的吗 可以 可以给我们示范一下 你看 这个人物的神韵都有了 还有这个小俏皮镜 这个是 这个是 线关 把门关 它这是有一个机关在的 对吧 对 很好玩啊 这个 它的扇子也可以送 这边其实它有个小机关 给大家讲试一下 这里有个木头 你包括刚才那打花骨的 那个花旦 它这边也有个木头 那可以这样子 你可以打着它扇扇子 对 扇扇子行 别打脸 对 你拿这东西上来 我一看耿维华那眼睛 能放光了 耿老师还有 祖海 你们俩配合一下 最好还有能合作一段唱 好不好 好好配合 那位老师给表演一下 咱们有请二位上台吧 好不好 树上的鸟儿 沉双对 你我好比了鸟鸟鸟 好比了鸟鸟鸟 你双飞 双飞 咱人千万 把他抱上了 最后这个设计特别好 还抱上了 但是我跟你说 夫妻抱得这么抱 你抱得特别低 就跟儿子抱妈一样 应该可以疼爱妈妈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 我觉得今天莉莉 来到这个舞台上真好 在我们越战越勇的舞台上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前我们可能一说的 张周布袋墨 好像有听说过 但今天你让我们 在舞台上看到 这个人物真的很生动 真的觉得很美 我觉得可能 有更多的年轻人 能够关注我们的 这种传统文化 也会能够让我们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发扬的更广 真好 谢谢你 谢谢方舍 而且我觉得莉莉很勇敢 因为她并不是这个 布袋木偶的 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人 她只是这个家乡的 一个爱好者 但是你想这个 其实做主持人就是 她可能并不是专家 但是她方方面面都要了解 特别是你作为地方台的 这样的一个媒体人 来到了这个央视的平台 更有必要给全国观众 介绍家乡的优秀文化 当然今天登上这个 越战越勇的舞台来讲 可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的是可以和你 比较起来 平时工作环境比较接近 但是不同的是 这一次你不仅要面对 听众要面对的是观众 会有不适应吗 其实平时主持的时候都不见人 对 然后见人的时候 还是有点尴尬的 有点小小的害羞 你做的是音乐节目吗 以前主持的是音乐类的节目 现在是吃喝玩乐够的节目 对 那主持音乐节目 也意味着唱一定要好 对吧 我的听众朋友 不只是听我主持 更多的是喜欢听我唱歌 因为我冷不丁的 或者一言不合我就唱歌 要不然一言不合一下好不好 好来呀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接下来舞台留给莉莉 加油 谢谢 唱歌 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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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年的时候就是我接到过栏目组给我打的电话 但是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个嗓子状态特别不好 然后呢就是很想来但是还没有信心 不是那缓一个星期不也就休息过来了 我的嗓子出了问题 什么问题 我因为之前在这个艺术院校工作嘛 然后工作强度太大了 再加上就是刚来大连的时候生活很困难 然后我就除了上课之外 我就在疯狂地代课 我基本上一周吧得上七十节到八十节的课 那个时候年轻还不懂得劳逸结合 对吧 对 后来到医院一检查 圣诞小节 圣诞小节 圣诞小节对于一个职业歌手来讲是致命的 甚至有时候会断送这个歌唱的生涯 对 那个期间我特别特别地痛苦 以前那家伙我上课 我都恨不得把这个琴房门打开 让周围的这个老少爷们全都听到我上课的这个声音 听到你的歌声 对对对 后来呢 我就变得特别特别自卑 都不用说学生就是扫地的阿姨过来了 我都得赶紧把这个窗门全关上 所以声音出现了问题 对你形成了打击 对 但是要休息一段也可以来参加节目 为什么等了那么久 在2017年的时候呢 其实我恢复的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但是中间又发生了一些生活上的变故 2017年年底 我母亲又查出来一线癌 当时给我母亲主导的大夫嘛 然后就说 这个手术有手术值 但是成功的几率呢 只有2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一线长的那个位置很特殊 对对对 很难进行手术 对 而且他这个周围这个连接的这个器官特别特别多 我就告诉大夫了 我说我签字 什么情况我都能承受 哪怕我妈盖着白布 从手术去出来了 我都接受 我拼一把我剥一把 好在呢 这个手术很成功 我妈妈没有任何的转移和扩散 所以人有时候这是要博一下 对 所以妈妈也会很感激女儿当时做的这个果断的决定 但是说实话 虽然当时是行事所逼让你做出这么干脆的一个决定 但是我知道背后对于你来讲意味着多大多么沉动的思想包袱 其实啊 我以前是一个非常开朗非常乐观的人 就自从经历这些事情哈 起初是我这个圣诞小节 弹钢琴弹出来双手的剑翘炎 再加上生活上一些变故 再加上我妈有病 我就感觉这 这怎么老天爷就可一个人祸祸呢 我就觉得是不是太欺负人了 我就变得特别的敏感多疑 自从我妈有病之后 我就怀疑我们家每一个人 比方说我老公耳朵后边长一个包 或者说脖子上起个什么东西 哎呀我就这一晚上我就 我这心情就甭提了哈 就甭提了 就往坏了方向去想 我就再想 就哪怕说脑袋有点迷糊了 我说你赶紧做CT去赶紧去 我说是不是脑子里边长什么了 我就想我说 我说我妈已经这样了 我说我不能再让我身边最亲近的人 再怎么怎么样 就每天都是 哎呀就脑子里边全是这些事情 胡思乱想 对 起初呢我只以为我是心情不好 紧简单单就是这个心情不好 后来我就发现 我举个例子吧 有一回我老公单位排练 只是晚回来了一个多小时吧 六点钟到家的 他回家之后 就是因为他四点半的时候 我给他打电话 他没接 没接呢 好嘛 等他六点给我回过来之后 就从晚上六点 一直闹到第二天早上五点 我就跟疯了一样 我说你不要在单位再干了是吧 我说你赶紧辞了 我说我受不了了 我说我一天都受不了了 就这样能闹了半个月 其实我老公挺崩溃的 我能想象到他那种心理状态 如果说我们俩换位思考 他是那个样子的话 我觉得我会受不了的 真的 那是老公没有任何的怨言吗 我老公没有任何怨言 整个情绪波动那么大的时候 后来又没有去医院诊断过 那段时间之后嘛 然后我老公就带我去医院检查了 是这个重度的抑郁症 这个抑郁症是很可怕的 它可怕之处在于 就我们都说人会钻牛角尖嘛 对吧 抑郁症的患者就是那样 他好像就沉浸在那个情绪里面 就是出不来 而且如果身边没有人的话 很容易采取一些极端的行为 我就每天就 就是每天都这些事情 充满着我的大脑 就困扰着你 对 有的时候我在想 活着太痛苦了 真的 但是你刚才也讲了 你是家里的顶梁柱 对 但是我想你说如果 如果我死了 我爸我妈怎么办 做人不能太自私了 你还有很多责任 很多义务 没有进完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 我说 最好哪天 我走在这个马路上 来一个飞来的横货 我直接死掉了 我就自己不用动手了 现在知道这些想法是错的 对吧 所以你必须要坚强起来 你要乐观起来 但是从你今天上台 我们整个交流状态来讲 我觉得你已经基本康复了 就是除了吃药这一方面 主要呢 还是我得感谢老公 对我的陪伴 关心和帮助 每天就是 哎呀 变成方了 哄我 就像哄孩子一样 我老公之前呢 他什么家务都不会做 连双袜子都不会洗 他为了我呢 哄我开心 他选做饭 改变很多 对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我老公知道我愿意吃土豆 有一天呢 然后他在家 给我做了一份炒土豆 您知道他怎么做的吗 怎么做 他不知道这个油盐酱醋的比例 然后呢 我们家这位 这位 就把这个方便面 拆开了 把里边这个方便面 就扔了 把调料拿出来 然后把这个菜 放到里边 方便面 很聪明啊 没有没下过除了 人是不知道这个油盐 这个醋都该放多少 人方便面 那调料包里边 对 它一定是比例正确的 对 对 对 虽然说这个味道有点奇怪 但是我真的很感动 就这么一个 没有什么生活能力的男人 能为我做到这个份上 我觉得我真的是 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其实我大概听出来了 这个欣音也讲 老公 其实过去他不是属于那种 特别细心的男人 但是我总结啊 从来没有粗心的人 只有他在不在乎的人 他要在乎的这一个人 他一定会非常的用心 所以他一定是很担心 你那个时候的状况 对 后来呢 我老公 他就觉得嘛 我只有在唱歌的时候 在舞台上 我才是一点压力都没有的 他就到处地给我找舞台 就不管是什么样的舞台 他都推荐我去 有的时候呢 人家找他去演出 因为他也是唱歌的嘛 他就马上说 我媳妇比我唱得更好 他就恨不得满世界 去宣传给我找舞台 他希望就是 通过找舞台的方式吧 来重新燃起我的信心 找回对生活的这种自信吧 感谢先生啊 帮你带出了最低谷 而且负责帮你 其实影像光明 对 今天老公也来现场了 咱们请上舞台 来 掌声有请 模范丈夫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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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呢 跟你吵一晚上 你一点都不生气啊 说实话生气 但是我 我知道她是 她的这个病情啊 比较严重 所以说我 如果说再激化她的话 我们两个 这个 她的病情会更严重一些 所以说就 全当我这个 没啥事似的 哄她开心得了 好 自己受点委屈 帮太太渡过难关 其实刚才媳妇还讲说 你一直在帮她推荐上舞台 包括来越战越勇也是 联系四年 你发了那么多邮件 为什么那么执着呀 一开始我给她报名呢 是因为 我觉得我媳妇 热爱舞台 热爱唱歌 她呢 在大学期间里 学的就是声乐这个专业 但是毕了业之后呢 她这个演出机会 就是会少了一些 到后来呢 给她报名是因为 在她生病之后 我发现她的这个 精神状态不对 整天胡思乱想 一蹶不振的 所以说我就想给她 找各种的舞台 各种的演出 去让她能振作起来 重新找回自我 薛姨 你现在的状态 让我们想 好像都是在讲 别人的故事 因为我觉得 你已经能够 非常地真诚地敢于 面对你曾经的 所有的一切 你承认自己 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也愿意 跟老公一起来面对 我觉得这 都是新的希望 新的生活 非常好的一个 开始的表现 真的要感谢 你身边的这个人 对吧 我觉得正是因为 有了这份爱的陪伴 才让你们两口子 在遇到任何困难 任何勾勾卡卡的时候 你们都能够迈过去 包括今天 你站在越战越勇 这个舞台上 你的生活 也可以是这四个字 越战越勇 当我们真正站在 这样的一舞台上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 这四年的过程当中 你今天是最闪耀的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方存 所以一个男人 要让女人幸福 除了要让她衣食无忧 还要给她依靠 给她温暖 给她保护 你要给她带来快乐 同时也要忍受 太太给你的抱怨 所以这是一个好男人 羡慕欣怡欣怡要 嫁对了人 我觉得这是你此生 最大的收获 最大的幸福 希望你们全家都加油 好吧 欣怡准备好了吗 杨帆老师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我这次能来参加 越战越勇 我特别地珍惜这次机会 其实我老公呢 他也是非常向往舞台的 只是说他在这个舞台面前 他把更多的机会 留给了我 所以今天我想跟您申请 我能不能和我老公 一块来享受这个舞台 你问对人了 要说叶战越勇说话 说了最不算的就是我 这样我先请问一下 我们的五位评委 同意选手家属和他一起唱吗 同意 同意 同意是吧 没问题 谢谢 谢谢我们的评委 当然了 越战越勇也是百姓的舞台 光你们同意也不行 我还得征求观众的意见 咱们就民意代表 请今天咱们现场观众 我就找一位最德高望重的吧 我请他就是发表一下意见 看看他同不同意 如果观众同意 老公就唱好不好 大姐你觉得 这老公能唱吗 同意 同意吗 你同意那个叔叔唱歌吗 同意 我们关注同意 谢谢 岳战越勇的前方情况就是这样 请开始你的表演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梦回大堂了 没想那么多 突然有这么一个机会 也是挺感谢咱们越战越勇篮幕组的 也圆了我这么一个梦想 说明什么 你对太太付出那么多 她都记在心里 对吧 对 希望你们幸福 好吗 谢谢 也祝你们好运 谢谢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对决时刻 有请曾莉莉 开始我们今晚的第一轮投票 首先有请评委 岗维华 莉莉这首《卷珠帘》 是我继原唱以后 听到的最好的一版 《卷珠帘》 唱得很深入 情真意切 尤其在一些假声和转音上 处理得非常自然 过度的也非常自然 《雄心仪》夫妇脸演唱的这首 《新贵妃醉酒》 我认为也挺好 但是男生部分的演唱 就显得不是很自然 尤其是你们二位的 这种表演上的配合 几乎是没有 所以我把反对票投给雄心仪 三位好 刚才听了郑莉莉的演唱 确实让我感觉到 你的乐感 你对声音的把握 对气息的把握 对整首歌曲的情感的把握 非常全面 那么《雄心仪》夫妇的演唱 我觉得都很好 但是两个人搭在一起 声音的比例出现了问题 为什么呢 这个《雄心仪》的号太大了 你把老公的声音权给盖住了 包括你的表演 你的表演非常到位 那老公呢 就有点这个拘谨 那么我的反对票 非常的遗憾 投给了你们二位 加油 其实他这个号大的 倒也没有问题 它有它的味道吧 它是我们看到的 不一样的杨贵妃 所以这票我想支持一下 星仪 好吗 莉莉 我把这个反对票投给你 希望你乐唱也好 三位好 我先说一下心仪吧 我觉得刚才你在舞台上的表现 特别地有感染力 包括你跟你先生的这种配合 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合适的 我觉得挺合适的 看起来挺舒服的 但是莉莉我也非常地喜欢 我觉得这样吧 我觉得还是给心仪一个支持吧 好吗 莉莉 谢谢你 谢谢你的理解 这个莉莉跟我们应该算是同行 同是媒体人 做电台的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 能够把媒体人的这份责任 时刻放在自己心里 我觉得特别棒 那我们再说说心仪 其实在这个舞台上 我特别能够理解老公 我觉得她不是不会唱 不是不会演 她更希望我们所有人的目光 都在你的身上 只有在舞台上 她能够看到你最光辉 最闪亮 最开心的时刻 这是她最愿意的事 所以我跟大家商量商量 我想把我这支持的票 投给心仪 我们也希望能够再给心仪 下一次机会站在 越南舞台上 你一个人独立完成 你最华彩的乐章 好吗 好 谢谢 不好意思 莉莉 结果出来了 在这里我宣布 雄心仪复复挑战成功 把掌声送给莉莉好不好 莉莉唱得真的是很好 但是这个回合没有挑战成功 我只想说 方雄不懂音乐 我们希望在更多的 不同类型的舞台上见到你 希望你继续加油 越战越勇 谢谢参与我们的节目 本篮部奖品由容生冰箱 独家提供 容生冰箱质量保证 如果您能够从单场晋级 将会获得价值两万元的奖品 挑战继续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三号选手 掌声有请 李颖珍杰 大家好 毕人姓李明 杰恩 那一届不依小生 再次拜见诸位 李大侠好 范格好 帅气 英俊 穿成这身 其实这身衣服跟我的工作 是息息相关的 我觉得你应该是 功夫明星 确切地说 我是一个魔法师 我可以打一个响指 可以让一个人变为另外一个人 你魔术师 魔术 别闹 魔术师没有穿成这样的 一般都是个小礼服 戴个小礼帽 对不对 戴个白手套 变个兔子 变个鸽子 对不对 然后没穿袍子 没有鸽子 说话 今天带来了一些小的视频 可以让大家欣赏一下吗 就成功的案例是吗 对对对 你早说呀 一目了然 请看大屏幕 刚才你说了把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 那视频当中的这个人 就是像他们最开始拍片子 那个本职工作就是普通人吗 说我看什么快递小哥啊 普通的老大爷小朋友 对 对都是普通人 就是生活中的一些朋友 然后呢 我的视频放到网上去以后 很多人会来找我 刚刚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老大爷 他是 在父亲节的时候 他女儿找到了我 说是 要送他 父亲节 一个这种别致的这种礼物 然后呢 因为老大爷是一个非常 老好人的一个人 然后我们给他弄了一个特别霸气的 设计了一些武术动作 所以老大爷非常开心 对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没错 其实每个人最遗憾的就是 可能我们成为不了心目当中 想要的那个样子 这是我们人生当中 一直都在有的一个遗憾 所以说我就是要帮助他们 要 对 圆他们的梦想 其实你们两个人的职业是一样的 你们都是在帮别人圆梦嘛 对吧 杨帆你是说 所有有唱歌梦想的人 你能够让他们登上我们这个舞台 李颖真杰 他是通过帮助别人去实现他自己 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 没有办法完成的梦想 就像说了 老大爷一辈子老老实实的 咱们弄一个霸气的形象 让他改变一下自己的人生 有点像这种人生不同的这种体验 对对对 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是一样的 对 你怎么不问杨帆哥有什么梦想 杨帆你有啥梦想 你让他帮你实现一下呗 要说还得方琼姐 你说这个 我自己主动说有什么梦想 就像我看您的作品好 我也想求您似的 其实我这个梦想 一直压抑在内心很久了 其实每个男生啊 心中都有一个大侠的梦想 你想我小时候八零后 成长我看什么电视剧最多 金庸剧 金庸武侠剧很多 对啊 那什么金庸那个射雕三部曲 看了多少遍了 就像成为里面的那样的大侠 其实帆哥我觉得您 虽然是有点温文尔雅 但是我觉得您是那种属于 心有猛虎细袖强威型的 眼神里面 藏了一只野兽 杀气都露出来了吗 其实我现在心里有一个想法 我觉得方琼姐可以给您搭一下 对我现在看到你们两个有 因为方琼姐是一个气质很鲜的 是吗 你是说我像小仙女一样是吗 对对对 还真的可以吗 可以可以 有请方琼姐姐 咱这岳战云有五年了 就帮老百姓圆梦 今天有个人上来给咱们圆梦 一种什么感觉 终于挣着回头钱了 我想到了一部剧 《神雕侠侣》 我想把你们变成 里面的两位主角 都不用问 我这就没有量身定做的 对不对 主角的性跟我都一样 可以去换一下衣服吗 有请小龙女出场 帅气 众好武林多年 老那心 不对 我是谁来着 您是小龙女 对对对不起 不是灭绝事态 可是我的锅儿在哪儿呢 我的锅儿在哪儿呢 不是 你是过 你是过了吧 啥眼神啊 姑姑 我是雕 对呀 你不是我锅儿啊 你咋变成雕了呢 你以为我是一只 普通的雕吗 我是神雕啊 你是神雕啊 那也就是说 我带着你 就能去找我的锅儿了吗 那么客气干啥呀 你骑着我 可以吗 来 咕咕咕 来 咕咕 哎呀 哎呀 你这 你是神雕吗 你是个假雕吗 这是什么老姑啊 吃这么胖的 噤氏来了 噤氏来了 何去何从 爱与恨情难度众 我刀划过长红 是与非懂也不懂 我醉已变朦胧 难何也失唤失控 我心已穿春梦 生与死一切成空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恨不能相逢 爱也匆匆 恨也匆匆 一切都随风 狂笑一生 长谈一生 快活一生 悲哀一生 谁愿我生死与共 谢谢你 帮助我实现了刁儿的愿望 祝你好运 谢谢 谢谢 有请我们的类主 掌声有请 雄心仪 开始投票 让我们首先有请评委方琼 那我就先说是李颖真洁 好吧 这个 我觉得可能看完今天的节目 很多人就会说 哎呦 应该早点认识 这样的一个小伙子 这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个 爱做梦的这样的一个念头 想时光倒流 穿梭穿越一下 不管到任何的一个朝代年代 扮演任何一个形象 总之我觉得小伙子 在做一件挺有意思的事 能够帮很多人圆梦 不错 但是我觉得刚刚这首歌 说心里话 我觉得如果两个人 站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心仪刚才的那首歌 可能表现会更好一些 抱歉 李颖真洁你好 你帮人圆梦 我觉得特别的好 但是从这个作品上来说 我觉得还是有提高的空间 所以呢这个 反对的票我就投给你了 希望你继续加油努力 李颖真洁你好 其实今天你一上来 我还是眼前一亮的 你看我们越战越勇的 这个选手 越来越有创意了啊 穿着各种不同风格的 这种服装来展示 真的非常好 但是呢 外在的东西 大于了你 你的歌声 如果你把你的歌声 再加强了之后 再加上你的造型 你的这种特殊的这种才艺 那我相信一定是 会非常吸引人的 那在今天这一轮的 比赛当中呢 我觉得心仪的演唱 会更加的好一些 我今天要把这个反对票 投给你 祝你越来越好 结果出来了 在这里祝贺我们的 类主熊心仪 手类 成功 李颖真洁 希望你继续加油 本栏目奖品由容生冰箱 属家里同容生冰箱 质量保证 如果您能够从班场晋级 将会获得价值2万元的奖品 挑战继续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4号选手 朱欣欣有请 小帆哥好 欣欣你好 各位评论老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叫朱欣欣 今年24岁 来自山东滕州 目前从事保险销售工作 今天上台会紧张吗 会 有点小激动对吧 对 因为你和你的偶像 站上一个舞台了 对 不是 你看观众笑了 我不是说她和我站上一个舞台 欣欣有一个偶像 她就是为了她而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为了王威姐 王威姐 我的偶像 大家还有印象吗 我们岳战运勇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选手 她本职工作是一个护士 但是她有很多传奇的经历 对 王威好像是8岁的时候 就查出有恶性肿瘤 后来转淋巴 转肺 还有鼓转移 被下无数次病危通知书 十多年过去了 人不仅奇迹般的还活着 后来还嫁了人 还生了孩子 对 生了孩子 现在过得特幸福 有很多朋友看了那个节目之后 打电话 自信我们栏目组 看到了她就看到了奇迹 对 看到了生的希望 嗯 我今天来 也是因为看到王威姐 站到这个舞台 所以我也想站到这个舞台上 我想成为第二个王威 姑娘 其实你上来 嗯 我们多多少少是可以看出 你的身体现在 嗯 还在恢复的过程当中 对吧 对 我14岁的时候 查出来患有恶性脑肿瘤 对策运动功能去的恶性脑肿瘤 然后目前靠癌十年了 哇 了不起啊 14岁那你刚刚上初中对吧 那时候上初山了已经 嗯 当时就是在学校嘛 上课的时候 就感觉拿书笔 这个左手就没力气 然后就是左手会麻木 当时我爸就是 带我到学校附近那个诊所嘛 去看 当时说 可能生长发育期缺盖 引起了这个手部麻木 长得太快 对 然后当时也按缺盖也治疗了 治疗了一段时间 不仅就是没有效果 而且越来越严重了 嗯 后来我爸就带我去 我们当地的那个中医院检查 检查结果出来以后 我爸在那个 就是医生办公室 待了很久很久没有出来 当时就很纳昧 我爸为什么到现在 怎么还没出来呢 当时我就去医生办公室 想去找我爸 正好我爸正好出来 我爸出来的时候 眼角都是泪水 那个时候我爸遮住眼 不让我看见 对 但是说实话 这个上初三了 嗯 很多事也懂了 对 你那个时候应该有意识到 不太好 对 我就感觉到 就是肯定是不好的事情 回到家 我爸我妈他们 就在切切事语嘛 在外面 然后也不给我看 那病例报告啥的 然后我就在那客厅那沙沙角落的地方 就把那些病例就偷偷地看了 上面写的是 颅内再问性病变 怀疑颅脑脑胶的瘤可能性大 但是这个说实话 你也 你应该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病 对吧 对 但你是怎么就看这几个字 你觉得它一定是不好的病呢 有一个亲戚 他是因为脑瘤刚去世 我就怀疑呢 是不是那个病 对 所以这个一提到脑瘤 你就很敏感 对 我就当时就怀疑那是 就是脑瘤 但那个时候年纪还小 你是那个很坚强的女孩吗 那个时候 说实话也 就克制了自己吧 那时候就是 因为我不想知道 爸爸妈妈面前哭 你也要很坚强 对 那后来治病 老家能看得了吗 老家看不了 然后我爸我妈 当时就想方设法的嘛 带我去来北京 当时就是说实话 把家里的一些 当时还有地 然后把家里种的粮 那些纯粮什么的都卖了 然后来北京去看病 就是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都换成了钱 对 换成了钱 来北京来看病 临上火车之前 我在火车站 还大哭了一场 因为来北京做开炉 那时候我怕 就是说自己回不去了 那时候 那是你第一次 出远门 出远门 也是第一次意识到生和死 对 第一次面对就是生死的问题 好不容易做了开炉 当时手术很成功 但是病理结果不是太好 就是恶性的三级 三级 我印象好像一共最高级是四级 最高级是脑肿瘤是四级 那也是很严重的情况 对 那个时候为了就是抑制复发吧 又回到我们山东 回到省肿瘤医院去做放疗 但是三年以后 那个时候复杂发现那个 就是圆位复发 脑肿瘤有点圆位复发 就是在之前那个位置又涨了 对 又涨了 当时 医生给出的答案就是说 二次开炉的话 就是 偏袒几率90%以上 而且 若然是不做治疗的话 就是可能生命会剩下几个月的时间 就这样 这一次你知道吗 我知道 当时 亲戚嘛 也有人劝过我爸妈 就说比较近的亲戚也说 就是放弃吧 就是这种病可能到最后 你就说 会人才两空 但是我爸我妈始终坚持着 从来没放弃过 一直就是一边打工 一边赚钱 然后给我治疗 第一次发病十四岁 三年之后 十七岁花季 对 你第二次面对生死 你的心态上有变化吗 当时做治疗 颅压会高 会头痛 然后会恶心 会吐 吃的东西全部都吐出来 然后喝的药全部吐出来 然后整个左侧的肢体 它是气场率高 不受控制那种 它就是像瘫一样 而且整个人状态都不太不好 那个时候 我一考虑到就是家庭 经济上的原因 再加上就是 对这个治疗 就是这一个未知数 当时也放弃过 也把就是曾经摔过一辈子 想割腕那时候 那最终是谁 那个时候被我妈发现了 我妈发现就说 你要不在了 然后我也不活了 当时我妈跟我说完那句话 之后 我就感觉特别愧对父母 愧对父母 这么些年的付出 所以你觉得你必须得坚强 所以从那以后 我必须得这个起来 去面对这一切 那个时候就是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配合治疗 然后我也会 就是自己学中医 西医都会学 然后看一些医书之类的 然后调理自己的身体 所以你就马上转变过来了 开始积极的主动的 不仅是配合 还要再寻找 对 想方设法的去打败这个疾病 然后我就想 怎么去打败这个肿瘤细胞呢 就想着查了很多资料 问了很多的医生 然后癌细胞就怕爱 癌细胞就怕心情好 然后我就感觉 我已经被爱包围了 父母给了我很多的爱 然后我还要让自己 心情特别好 然后去找各种抗癌成功的案例 王威姐是我看得最多的 我特别特别感谢你的分享 其实我都没有想到 就是王威这期节目 播完的时候 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不仅是你在跟我反馈 真的之前有很多人在跟我讲 当时他在这个节目 现场给我们讲故事 最震撼我们的是什么呢 也就像你一样 讲的那些 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那么严重的病 我受了那么多的痛苦 我们听着都心疼 但是从头到尾 他都是微笑着给我们讲完的 好像讲的是别人的故事 对 其实你今天也是 轻描淡写 你的表情那么轻松 因为我想成为第二个王威 我想 如果医生曾经说过 如果说王威是千万分之一的奇迹 你现在就是那百万分之一的奇迹 我要创造更多的奇迹 好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刚才他讲完这话 我很感动 我很想抱抱你 但是我觉得可能我请来一个人 替我抱你 你会更喜欢 你会更喜欢 请回头 欣欣 您好 欣欣 您好 欣欣 您好 特别棒 特别棒 我一直在后面听着你说的这个故事 说着你生命中的故事 特别棒 大家给欣欣点掌声好吗 这姑娘太棒了 谢谢王薇姐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所以王薇你知道你健康的生活下来 有多大的意义对吧 对 你看这个欣欣那么坚强 讲自己的故事就一滴眼泪没掉 始终面带未笑 但是你上来了不一样 她是一个内心特别坚强 但是也特别需要呵护的一个姑娘 我觉得我俩有很多特别像 就是我们都组建了患者的一个群 然后一直在这个群里 跟大家每天问安 问好 早安 然后会跟大家说一些健康的资讯 会让大家知道 我们还活生生地在这活着 让大家看到 无论是癌症晚期也好 能活三个月也好 三年也好 或者是三十年也好 我们都能够有一个特别阳光的心态 面对每一天 我们每天早上那个群里问好的时候 就会发一个这样的笑脸 然后说每天都要这样笑 笑着生活下去 欣欣的笑容刚才一上来的时候 也是最打动我的 所以我就觉得真棒 有这么一个姑娘 然后也给我很大的一个激励 我在这个舞台上也是 第二次见王薇了 是吧 第二次 彭琼老师 没错 我还记得 王薇其实当年在讲她故事的时候 大家看到她的状态 真的就像是在听她讲别人的故事 你根本想象不到 这是一个与癌症斗争了十几年 而且在她从小到大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试了那么多的苦 受了那么多的罪 到现在依然能够以这样一个 阳光乐观的心态 站在这个舞台上 跟我们来分享生活的人 今天欣欣同样 欣欣刚才在讲述她的故事的时候 我一直都在想 这是一个多么坚强的女孩 这是一个多么坚强的孩子 我扭头看爸爸妈妈 其实欣欣刚才在讲故事的时候 妈妈一直低着头 爸爸最开始往这儿一坐的时候 坐的瞬间 我看到她眼泪刷就下来了 他们是最知道女儿长这么大 付出了多少的辛苦 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 我相信爸爸的眼泪 是高兴的眼泪 我女儿能够站在 越战越勇的舞台上 跟女儿能够这么坚强乐观 面对生活是分不开的 我们一直都说 我们遇到所有的困难 能够克服能够解决 爱的力量是无穷的 让我们能够看到 越战越勇这个舞台上 一个又一个的奇迹诞生 所以包括今天我觉得 王薇来到我们现场也特别好 我想要再跟电视机前的观众们 说一下 我们现在此刻台上 这两位年轻漂亮 带着这么充满阳光的 笑容的女孩子 都是与癌症病魔 斗争了十年以上的人 我们应该把掌声送给他们 是他们告诉我们 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积极地去面对 乐观地去面对 我相信你们的出现 也能给电视机前很多的人 带来希望 谢谢你们 谢谢方秋老师 谢谢 宝文姐特别感谢您 能来鼓励我 您真的辛苦了 没有没有 能见到你 我特别开心 见到你是我最大的惊喜 真的 谢谢 谢谢 再来拥抱一下吧 我就忍不住要抱她 我们都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你们现在小姐俩也都是 大家心中的榜样 大家心中的英雄 再次把祝福的掌声送给欣欣 要送给王温 谢谢你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她唱歌好不好 舞台属于 加油 谢谢大家 早日康复起来 谢谢杨潘哥 有请我们的内主 欣怡 开始我们这一轮投票吧 让我们首先有请评委 邓维华 欣欣今天有这样一个精神面貌 和这种状态 真的是我们所有人都为你高兴 一定要保持下去 我也坚信 你一定会好起来 刚才这首《隐形的翅膀》 严格地讲从专业上说 她不是特别完美 姐姐唱得还是比你好 加油 欣欣 欣欣你好 你的歌声 真的让我们很感动 那么今天我想支持一下你 因为这张支持票 是让你快乐 此时此刻 快乐对你非常重要 对未来也非常重要 那么我的反对票 非常遗憾地投给 熊欣怡 欣欣今天的这首《隐形的翅膀》 唱出了自己的新声 也看到了我们 也让我们看到了你内心的力量 但是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讲 我觉得欣怡的演唱 会更加地专业一些 会更好一些 那欣欣在这个专业的 这个歌唱比赛当中 我今天这个反对票 是要投给你的 但是呢 非常地感谢你 也希望欣欣的身体 能够早日康复 好吗 欣欣你好 你说王威是你的偶像 我觉得今天王威和你 都成为了我的偶像 不管是健康 还是非健康的人 我觉得面对每一天 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都要以最阳光 都要努力地 去让自己幸福起来 对每个人来说 这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 我在你身上学习到的这一点 谢谢你对我的鼓励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咱们今天毕竟是一个 唱歌的比赛 你的实际行动 你的故事特别地感动我 但是我觉得演唱上 可能还是和心仪相比之下 还是略略稍微 有一点点的不足之处 很抱歉把反对票投给你了 祝贺我们的泪主 雄心仪手泪成功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欣欣 好吧 谢谢你 今晚还有最后一位 没有等待挑战的选手 来 掌声给有请 陈秀出场 陈老师好 大家好 在座的各位评委好 您好 您好 为什么一上来 我说叫陈老师 人家真的是老师 而且 还是我们现场 其中一位评委的老师 观众可以猜一猜 是哪位评委的老师 我可以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吧 她特别会唱歌 都会唱 这也不算提示 都会唱歌 至少把方琼排除了 对吧 把我们已经排除了 然后呢 眼睛特别大 对 大眼睛 大双眼皮 黑黑的眉毛 黑黑的眉毛 最爱唱的是京剧 提兰小马 越说越像江涛 对吧 有小时候的照片 您看看 别着急 谁呀 江涛 陈老师 这江涛几岁时候的照片 12岁吧 12岁 我当他班主任的时候 小学四年级 没错 12岁就看起来 那么老成了 那个时候 在少年宫 陈老师当我的班主任 所以陈老师 就是您的启蒙老师 对吗 没错 陈老师给我当了 五年的班主任 那你觉得今天 你坐在下面合适吗 就我的基于工 对 先机个工 所以那个陈老师 看到当年的 自己的学生 已经在越战越勇 当评委了 您是不是也特别欣慰 是啊 我今天 不但欣慰 我紧张了 你看 过去我在讲台上 给同学们讲课 我老师说了算 这个他来凭我 我多紧张啊 腿都打兜色了 关键是什么呢 各位观众 我别给江涛丢人了 你说我这么大年龄了 老师是越来越差 学生越来越好 老师不差 心里负担很重 陈老师太谦虚了 这样您不用考虑 这些问题 我们今天不让江涛点评 可能现在年轻朋友 不理解了 这个少年功 其实在少年功学习 其实方方面面都学的 对吧 对 除了好像这个艺术 其实文化课也有学习 没错 所以陈老师在少年功 当老师 您也是肯定是 多才多艺 对吧 我也也 退休 62岁开始 又从事自己的事业 又开始搞我自己的艺术 62岁陈老师开始 追求自己的梦想了 而且也可以换一种说法 62岁陈老师正式出道 对对对 演电视剧 电影 演过很多角色 比如说剪拍烂的 演过特务 就是这角色之间差异还挺大 很大 您算过吗 62岁到今天 您一共拍了多少部戏了 二十部重角色 我说的是 大的特约 那群众演员 那就是 那就 不计其数了 我们青岛有个影视艺术团 只要来 我就是 适合我年龄 必须得是您 就排了 那平时 谁来照顾您呢 我有 专业助理 还有专业的助理 老伴 老伴 老伴啊 对呀 我每次出去演出吧 他早晨起得早 帮我收拾东西 因为要穿衣服 我每次都带好几套 他帮我收拾 水 他也拿上 到我上台的时候 他都是 喝喝试试 这个水的温度 喝 太细心了 有一次 我是主持 那个礼堂 特别热 我就和他说了 他就起来 又给我找电线 他一块不行 找很多 接接接 接这么大一个球 然后电风扇 拿着 倒了好几次车 到那以后呢 拿着电扇 放我眼前 我这心上台就行了 那我不该我主持的时候 我就跟这吹风了吧 没有 他拎着去了 跟着我上台了 拎着电风扇 台下的人都笑 主持人上台 自带电风扇 他有 局长就说 这陈老师 想出这样的待遇 都是亏了 我这位 可爱的老伴 模范账 这太让人羡慕了 我这主持也这么多年了 也从来没享受过 在台上主持后边 跌风扇吹这样的待遇 但我看叔叔这气质也不错呀 给您当这个助理 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人家是不是也可以表演呢 对 跟我一块吧 有一次 那个李云龙那主演的那个 也是他导的 我演一个角色 他去了 去了以后 缺了一个老头 叫他坐在那儿 跟吴玛聊天 叫他说一句话 他那肌肉就 气得我 上去踹他一脚 就是他一说话 他紧张 紧张脸有点抽搐 抽搐 然后 你上去给踢了一脚 完了以后吧 到了 太长了那过程 说主要的 他 说主要的 演了六个小时 给他五十块钱 我演一个小时 三百块钱 生气了 回家以后吧 他太不公平了 我这六个小时 也是个冬天 你看你 三百块钱 就努力地跟我学 努力地跟我演 我上大演 他演 我的词他也说 是 现在 他比我厉害 为什么 他像老人 你们看我 不大像七八十的人 他多像啊 我两个一去到那儿 这场就要一个老的 要一个老的 男士女士都行 这个老先生 我 没事了 现在 片酬比我还高 所以现在 我当助理了 这还用说 是不是杨凡 你给他当助理了 对呀 所以现在 您的心态是 您自己演更开心 还是看着老伴 上台演更开心呢 我觉得 我还是很想演的 但是 他能上台演 八十二岁了 还能活得这么健康 这就是我最开心的 没错 真好 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 活到老 快乐到老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真的 祝叔叔阿姨 能够身体越来越健康 当然我觉得今天啊 这个我特能体会 我相信陈老师内心 是特别骄傲 幸福 你想这个四十年前的学生啊 还是小孩呢 现如今 已经成为大家 非常喜爱的歌手 也成为了越战越勇的评委 就是我们的江涛老师 同样 我相信江涛内心 也是幸福的 儿时的那个老师 那么年轻 四十年后再相逢 老师一点不见老 身体那么硬朗 而且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 也希望这个叔叔阿姨 这个能够健康快乐 谢谢 今天站上越战越勇的舞台 继续追梦 好不好 接下来舞台 是五年 下游 十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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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风吹绿草边的火 海蝶纷飞白鸟儿唱 一般碧水影晚霞 君马好色彩云朵 牛羊桃子珍珠桑 啊嘿 牧羊姑娘风声唱 愉快的歌声满天阳 牧羊姑娘风声唱 愉快的歌声满天阳 唱得非常好 这个七十多岁的年纪 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那陈老师今晚的节目 随着您演唱的结束 也进入到了最后的部分 让我们请回我们的泪主 有请熊心仪 最后一轮投票 首先有请评委 方秋 我觉得从声乐的角度上 我不能做任何的点评 我只是真心的希望 陈老师和叔叔 你们能够身体健康 越来越好 希望你们接更多的片子 片酬越长越高 好吧 祝福两位 其实我更希望看到的是 待会儿江涛老师 怎么点评 所以我想把我支持的一票 先给了欣怡 陈老师 不好意思 陈老师好 我觉得您站在舞台上 就是一种艺术家的范儿 确实 而且刚才我觉得 您的歌声里 特别有画面感 所以在这里 我想把支持票投给您 所以抱歉了 欣怡 今天陈老师的这个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这首歌听出来了 陈老师是一个 女中英的音色 其实我觉得唱得 还是蛮不错的 我觉得75岁的年龄 能够有这样的音质 也是相当不错的 刚才欣怡给我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我觉得从整个的 整体的一个感觉来讲 江涛 我要说抱歉了 陈老师 我这个反对票 今天要非常抱歉的 投给您 希望陈老师 艺术生涯长青 越走越远 老师好 我真的没听过您唱歌 陈老师 您那个时候就是教我们语文 教我们艺术修养 我会简朴 我会技朴 这就是我在歌坛道路上打拼 的坚实的基础 就是从少年功开始学的 所以说感谢您 也感谢以陈老师为代表的 全国的所有的少年功 辛勤的园丁们 说实话 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 我们四个音乐评委 在音乐的把关上 一直是秉承着公正 公平 公开 但是我觉得面对我小时的老师 我想 我也为难了 我也为难了 因为 确实心仪唱得非常好 陈老师 我在这儿做了有将近五年的时间 我想对咱们评委看看 能不能做出一个特殊的请求 特殊的请求 您说 陈老师 我希望您能理解我 我弃权 我不知道同不同意 我这个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 我 我给老师深深地拘一功 我能够理解姜涛 从情感角度来讲 姜涛不可能不支持他的老师 对啊 对 即使老师唱得比另外一位选举